总统赖秦德520就职演说 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同国互不隶属 立刻惹怒中国网友 而中国央视也在22日发布声明表示 许多台湾艺人也跟着交作业转发 中国网友甚至起底为表态艺人名单 名单中列出95位在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 而截至24日凌晨为止 报告侯佩晨、欧阳娜娜、杨承琳等 共计32位台湾艺人表态 中国网友也将他们用黄字标示 至于还未转发的艺人 如五月天、天赋争、甚至连没有微博账号的周杰伦 就特别被黑空标示着 他们更扬言不强制转发 但不表态就别想来中国赚钱 许多台湾艺人看到后 则纷纷留言表示